至于那些形象最诡异的战魔,此时却踪影全无,似乎还隐匿在魔海中未曾露出的样子。 不过除了万象魔旗外,魔海中还涌现出另外一种魔族精锐来。 这些魔族一个个身高四五丈,双手尖利无比,轻面獠牙,酷似恶鬼一般, 但偏偏身穿绿色长袍,并且额头上多出了一颗碧绿色的眼珠,双手空拳混在万象魔旗中。 此种魔族的数量虽然比加伦战魔多一些,但也绝对躲不到哪儿去, 总共加起来也不过两三万人的模样,一个个绿幕闪动,脸带诧异音效, 眼见魔族大军竟然一下全体出动,几乎丝毫余力都为留下的气势汹汹模样。 青龙上人等人自然脸色为之一变,但是对方魔尊还未出手, 他们自然也不可能亲自出手对付魔族大军,几乎不用他们几人下令, 城头上的高洁修士就纷纷肃然将一道道命令向着各个人族队伍传送下去。 这时从聚州上喷出的黑色光柱,几个闪动下就铺天盖地全落在了倚天城的防护禁制上。 相比上一次的工程,这些聚州喷出的黑色光柱不但粗了数圈, 并且一道接一道地丝毫不停歇, 这每一根光柱中蕴含的威能几乎不下于化神修士的全力一击。 如此强大的威能,外加如此可怖的数量, 几乎只是一个照面,最外层禁制就纷纷消融瓦解起来。 整座倚天城的禁制竟马上就呈现出不知的状态。 韩力见此情形,脸上微微一变, 但未等他想冲其他人说些什么, 在倚天城地下的一些地方, 上百股不同的剧烈法阵波动, 漠然地浮现而出, 瞬间就化为一股股神秘力量, 往各处城头处狂涌而去。 倚天城的巨大城墙一下污名声大起, 随之表面纷纷浮现出一种先前从未出现的银色符文, 密密麻麻, 并刹那间组成一个个银灿灿的法阵图案, 光芒大放。 原本五色的光幕竟瞬间被一层银色光照取而代之, 此光照表面竟光滑晶莹异常, 魔族巨舟发射出来的黑色光柱一击在上面, 竟大半向四周一滑,溃散消失, 只有小半数量才真正击在了光照上, 但顶多只是让其光芒略闪了一下, 根本无法真正破坏其分号。 这一下不但让韩丽心中微松, 一旁的荧光仙子更是直接洗行余色起来。 这时人族一方的高洁修士督促下, 人族立士和修士大军也同样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攻击, 同时城墙边上的地面默然一塌, 一对对青铜傀儡, 大军再次诡异浮现, 几乎相当于上一次攻城的翻版, 只是这一次双方动用的人手和激烈程度都远超上次数倍之多。 天空凌芒,破空不绝, 地面更是天崩地裂,颤抖不移。 在城墙前边的十里内的范围更是彻底化为了杀戮之地, 密密麻麻的光团爆裂而开,几乎遍布整个地域, 轰鸣之声响彻整个天空, 一股血腥之气冲斥了整个虚空。 青龙道友, 可敢和本座一战。 就在青龙上人神色凛然注意着战场的一切, 一声狂笑漠然从远处高空传来, 接着两声巨响, 轰隆隆地传出, 两股黑蒙蒙的飓风一下居高临下冲到某节城墙处, 竟然只是往同一点狂击几下, 那面银色罩壁立刻狂闪呈现不稳之势, 正是那黑甲大汉挥舞两只巨锤在狂击城头的禁止。 两只巨锤就化为了百丈大小, 每一只都仿佛黑色小山一般, 但在发觉催水下, 却挥舞如飞地化为了两股黑色飓风, 此刻将那处城头禁止, 硬生生击得摇摇欲坠。 哼, 被上人就来毁毁你这位魔族尊者! 青龙上人目睹此景, 脸色已寒, 当即也顾不得招呼韩丽三人, 单手一催下, 体内漠然间一股青色光柱, 往空中一喷飞出, 一个闪动下, 就化为一条百余丈长的五爪青龙虚影。 此虚影一个盘旋, 就发出一声轻鸣往下一扑, 竟将青龙上人身形一卷其中, 然后张牙舞爪直奔黑甲大汉扑去。 黑甲大汉原本一脸狂笑, 但一见青龙虚影气势汹汹的样子倒也微微一正, 但随即冷笑一声, 漠然用手猛然地一点两道黑蒙蒙的飓风。 顿时飓风中轰隆隆一响, 竟一下狂风一脸, 现出了聚垂的圆形。 光芒大放, 二雾一晃之下合二为一, 化为一只数百丈长的庞然大雾, 恶狠狠地直奔青龙虚影一杂而下。 青龙虚影包裹的青龙上人剑子, 双眉倒树,袖子漠然一抖, 手中一下多出了七口黑色小剑, 每一口都光蒙蒙地邪气冲天。 手掌略一模糊往自己身上一挥下, 扑斥几声, 一下就连接传出。 七口黑色小剑, 略一模糊插进了胸前七个穴位上, 仅仅只露出小半截认身来, 同时青龙上人又是一声低贺, 张口喷出了一团精血, 同时食指掐绝, 口中念念有词。 在法觉一催之下, 精血砰的一声竟一下化为了七股血雾, 并灵蛇般地一下钻入了七口黑色小剑上。 七口小剑瞬间污名声大起, 通体散发出妖异的血光, 再一闪下竟自行没入了青龙上人的身体。 随着青龙上人口中一声长啸出口, 七股血光从小见没入之处, 光蒙蒙一喷而出, 并一闪即逝和那青龙虚影融为了一体, 惊人的一幕出现了。 原本只是淡淡虚影的五爪青龙, 刹那间体内无数血丝浮现而出, 并密密麻麻交织一起, 只是一个呼吸间的功夫, 青龙上人骤然间消失不见, 一条活生生的真正青龙, 漠然浮现在了虚空。 同时, 一股让可不气息一下在天地间狂涌而出, 让人一接触下竟不由的低头膜拜。 青龙一只爪子抬起, 对准仿佛山峰般落下的巨锤, 轻飘飘地一抓。 惊天俱下, 一只青色巨龙凭空出现在了半空, 竟将那黑色巨锤轻易地一脱而起, 让其只能滴溜溜在虚空乱转, 无法落下分毫。 朱穴肃灵大法? 呵呵, 好好, 本座倒是小瞧了你, 想不到你竟然连这种上古大神通也能知道一二。 不过我倒也看看, 你能有多少精血, 和本座纠缠下去, 当精血耗尽之时, 也就是你的死气。 呵呵呵呵呵呵。 黑甲大汉在高空为之一愣, 但马上想起了什么, 面露忌惮之色, 一声宁笑, 随之他骤然双手一作, 再往下方一扬, 无数银色雷火铺天盖地地狂涌而下, 同时, 那只黑色巨锤一模糊下, 竟以一划二, 以二划四, 一刺划八, 幻化出八只略小一些的黑锤, 围着青龙狂砸布置起来。 顿时原本就凝厚异常的护城尽致, 几乎一瞬间的光芒高涨了背叙, 但五爪青龙却只是猛然一摆尾巴, 一股无形距离狂风一扫而过, 八颗巨锤天空空中落下的雷火, 竟被此股力量无形荡开, 青龙自身嗖的一声在远处消失, 又出现在了黑甲大汉高处, 并一张口一股青色火焰喷了出来。 也不知这青焰是何种神通, 黑甲大汉脸色一变下, 竟不敢应接猛然一跺足, 也一下没入虚空。 下一刻, 空中波动一起, 一口漆黑巨刃, 丝毫征兆没有, 从青龙的一侧一斩而出, 来世之凶恶大有将其一斩两劫的意思, 但青龙动作却更加敏捷的不可思议, 几乎在黑刃方一出现的同时, 一只青色爪子就一闪反抓而出, 爪子五指轻盲一闪, 竟一下狂胀化为了五口青色长剑, 冲黑色巨刃连斩而去, 叮当之声一下响彻了整个天空, 黑甲大汉纵然是合体后期大成的魔族尊者, 但在青龙那一身诡异神通威胁下, 也无法奈何了对方, 两者竟一时间站到了一起, 难以分出高下的样子, 这一幕同样让其他人大感意外, 无论荧光仙子等人族修士, 还是娇小女子等魔族尊者, 均都露出了吃惊之色, 只不过人族方面自然是惊忠待喜, 而魔族方面则是有些郁闷。 韩丽见此意外之下, 心中也微微一松, 若是这位青龙上人, 真能牵制住这位合体后期的魔族尊者, 剩下的魔族尊者自然就好对付多了, 心中如此想着, 韩丽目光一闪, 不禁对面的剩下的三名魔族尊者扫了一眼, 仿佛感应到了什么, 那名白袍少年, 微扭头, 目光竟正好和韩丽对到了一起, 少年脸色一白二话不说, 袖口一动, 一口晶莹透明的数寸长飞刀出现在了手间, 然后身形一动, 就直接画了一道晶莹刀光, 直扑韩丽这边而来。 韩丽见此情景, 眉梢一动, 冷笑一声, 提表灵光一闪, 就像顿光一起接下此人, 但就在这时, 一旁的凌鸾仙子却突然玉璧一台, 拦住了他。 韩丽, 此人不是普通的中间修士, 并且精通冰寒属性的神通, 小妹的宝物恰好可以克制一二, 还是让我对付此人吧。 话音刚落, 此女也不等韩丽回话, 就另一只手往腰间一拍, 竟同时飞出紫黑黄三种不同颜色的葫芦来。 每一只数寸大小, 但表面遍布着一层层的银色符纹, 一看就不是普通宝物。 喷喷喷三声, 三只葫芦在林鸾头顶一个盘旋后, 就盖子连接打开, 一晃之下, 竟从中飞出了一群群拇指大小的火蜂来, 污名之下, 化为三团巨大火云, 迎向了刀光。 至于林鸾仙子自己本体一掐绝, 背后突然两股赤红火焰凭空喷出, 一晃之下, 仅幻化成一对火红鱼翅, 这对火赤只是一扇, 此女就化为一道红光紧追火云而去。 片刻之后, 火云和那金银刀光一下撞到了一起, 刹那间的功夫, 白蒙蒙的寒气和火云同时暴力而开, 炙热的冰寒之力一下弥漫树里之光, 二者一下站到了一起。 寒历目中蓝芒一闪之下, 就立刻看清楚林鸾仙子功法和宝物, 似乎针对那冰寒之力大有些相克之力。 面对白袍少年放出的惊人寒气, 那些火蜂一个个浑身灵验翻滚, 反战了一些上风的样子。 不过看此女不停地掐绝, 往三只葫芒中狂注法力的情形, 显然, 催动这些火蜂也是大费元气的。 而白袍少年虽然神通被压制, 但面上始终冰冷如常, 却似乎还游刃有余。 韩丽眉头不禁微微一皱。 韩兄, 既然灵姐姐和上人将最击手两人缠住了, 我们赶紧将另外两人也接下吧, 若是能先解决其中一枚魔尊, 此诈说不定还有取胜的机会。 荧光仙子眸中一阵流转, 说了一句, 两手一扬, 两只银沟和其他数件宝物齐声被放了出来, 此女接着一纵身, 化为一道白红, 从大殿顶部腾空飞起, 一个盘旋洞穿银色光照, 直接扑向了那名娇小的女子, 而将火甲巨人留给了韩丽对付。 魔族的那名羽仙子自然不会露出什么畏惧之色, 当即嘴角一丝不屑之色露出, 周身一阵骑乡翻滚, 接着一股股诡异的粉色雾气, 凭空在四周浮现而出, 并化为母虚大小的一团粉云, 气势汹汹也冲了下来。 两者刚一接触, 粉云一个卷动, 就将那银红包裹进了气中, 并瞬间在云团中幻化出无数的雾气组成的各种怪兽, 往那银红张牙舞爪扑了过去。 荧光仙子也不甘示弱, 几声霹雳后雾气翻滚中, 一道弯月和一轮红服闪现而出, 骤然间放出了万丈光芒, 朝四下横扫而去。 韩力见此, 微然一笑, 望了一眼那名火甲巨人, 脸上绿色一闪即逝, 也不说话, 单手一掐法绝, 背后一声雷鸣, 一对金银的雷翅浮现而出。 狂雨删了几下, 一道道银弹射出, 胶织闪烁之下化为一道道数丈大小的雷光法阵, 将其身躯一下淹没进了其中。 在远处, 瞳孔中有两团赤焰翻滚的火甲, 也同样望着韩力这边, 一见韩力这般举动, 不禁闪过了一丝亚然之色, 但还未等它反应过来, 头顶上空七八丈高的地方突然一声轰鸣, 粗大银弧瞬间弹射而出, 那雷光法阵竟一下破开虚空, 浮现而出。